大家好,我是千空教育的韩如老师 本堂课我们来学习一下MAP的便利 那上次课呢我们讲了MAP当中 添加数据,修改数据,删除数据,获取数据等等 那如何去获取这个MAP当中的所有数据呢 那就需要去便利这个MAP当中的每一个键跟值 那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循环 但是因为MAP是无序的 没有下标 所以我们不能像操作数据和切片那样 通过便利下标的方式去便利这个MAP 但是呢我们可以使用forRange 对于数据和切片来讲 那这个forRange它获取到呢 是下标以及下标所对应的值 而如果是MAP的话 那forRange获取到的是key和对应的值 我们这边呢先去创建一个MAP key呢我们选择int类型 值我们选择字符串 MAP1 红海2 第二个小钻锋 第三个简直对 好我们可以写for key呢可以简写成这个key一个字母 然后呢value呢我们可以简写成V 冒号等号Range后边就得是作用在MAP上边 才能获取到键跟值了 然后呢我们来打印一下 一个是key一个是value值 好我们格式化一下代码 运行这个程序 那能够去获取到 多运行几次呢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个打印的顺序并不一样 也就说这个MAP是无序的 那我们现在想一下我如何去有序的便利一下这个MAP呢 这个key是整形 那我想按照从小到大的这个顺序来便利一下这个MAP 那对于MAP这呢没有什么直接的操作方式 我们得自己通过逻辑判断来实现一下 那第一种呢因为这个key是从1开始的数值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做i等于1i小于到MAP的长度 然后呢i++ 那在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个i 以及这个MAP1根据i来获取把这个i作为一种key 好我们再来执行 嗯缺了一个 那这边呢我们得小于等于到长度这 好再来执行 就是到玩耳狗了 但这种办法呢有一个问题 如果说我们这个key并不是一个连续的 那你这样写呢就不是很合适 那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 第一步呢我们可以去获取所有的这个key 把它取出来 那既然是多个数据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存到这个切片 或者是数组当中 第二步呢我们就可以进行排序了 因为你是一个整数或者说可排序的 第三个呢我们就根据排序之后的这个key 来依次获取MAP中对应的value值 便利这个key 拿到MAP当中对应的value值 所以呢我们得先去创建一个切片或者是数组 我们创建切片吧 int类型 长度最开始为0 而它的容量呢 其实就是MAP的长度 那在这边 我们可以先来打印一下这个case 好执行 并没有内容 然后我们去便利一下这个MAP 依次获取里边的每一个key 那value值不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空白字符舍弃它 range map1 case等于apand case key 然后我们在这边呢 可以去打印一下这个case 执行看一下结果 它是无序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应该去排序了 这个排序呢 我们之前在讲数组的时候 学过这个冒泡排序 可以用这个 或者是呢 在购语言当中提供了一个salt包 里面有排序的功能 那这个包呢 是用来排序的 我们找一下 像这个ins 就是用来给这个整形排序的 默认的话呢 是增长的 就是升序 salt点上ins case case 然后我们再去打印一下这个case 好 执行 那这个它就有序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便利所有的key 来获取map当中对应的值 好 运行看一下结果 这个就是按照key的顺序来获取的 当然提到排序这块呢 像这个整数或者是小数可以按照大小来排序 那比如说字符串可以吗 我们这边写一下 写一个字符串例行的切片 windows abc 玩儿狗 acd 好 下面我们先去输出一下se 然后再来salt点上 这得找跟sjun相关的sjuns 然后se 然后我们再去打印一下这个se 好 执行看一下这个结果 那我们看到这个排序呢 其实对于字符串来讲呢 我们也能够想得到 它是按照字符编码来排序的 那它是先按照这个首字母的编码来排序 大写字母的值呢 比较小 小写字母值比较大 中文的编码值更大 如果第一个字母的编码值一样的话 那就按照第二个编码值来排 我们后边再来写一下 比如说acc 好 再来执行 那如果第二个也一样的话 那就是按照第三个来排 好了 关于这个map的便利 我们就先讲这些 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学习 请大家加入千分教育购语言学习营 Q的群号是784190273 好 本堂课我们先讲这些 感谢您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